建立北魏王朝和修建云冈石窟的 是鲜卑民族的拓拔部落 这个部落连同它灿烂多元的帝国 都在历史的烟云中消失不见了 关于鲜卑拓拔部落的起源 长久以来就是一个谜 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地 养育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部落 这始终是人们想解答的一个疑问 而一段史料记载 正是这个谜题的关键线索 据魏书记载 在北魏太平真军四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乌洛侯的小国前来朝过 说在他们国家西北方向的大仙碑山 发现了一个北魏先祖生活过的时事 于是北魏皇帝拓拔韬就派人前去祭祀 并堪助人于世之弊而还 历史学家推测 大仙碑山就是今天的大兴安岭 但那个时事在哪里却不得而知 厄伦春自治其阿里河镇向北大约十公里 风鸾层底树木参天 在峭壁之上有一个高二十米 面积达两千平方米的天然石洞 这个山洞在当地人的传说中是一个叫 噶仙的仙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被叫做噶仙洞 1980年7月30日 考古学家米文平在这个隐秘的洞窟里 意外地发现了来自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石刻著文 经过了上千年风生雪雨的侵蚀 石碑上的课文在发现时就已经模糊不清 人们很难辨认出上面的字迹 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通过踏片的方法才最终还原出上面的内容 而这些文字也让当时的人们激动不已 一个埋藏了一千五百多年的谜题 终于寻找到了答案 先被拓跋部的起源地有了考古证据的支撑 在嘎仙洞发现的石刻名文共二百零一字 与史籍记载的北魏皇帝拓跋韬韬韬� пят涛派 派人刻写的诸文基本相符 这里就被证实为仙卑拓跋部的发祥地 仙卑拓跋步在这里一直生活到东汉的时候 过着原始部落的生活 鲜卑拓跋部正是从这里出发 最终入驻中原 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按照史料的记载 鲜卑拓跋部是在公元一世纪 也就是东汉初年的时候 离开了祖居之地大型安岭 一路南迁 那么他们是怎样与佛教相遇 又为何要开造云冈石窟呢 在云冈石窟所有的造像中 这一尊是最为有名的 有关于云冈石窟的宣传材料上面 大都印有这尊雕像 这尊世家模拟像 有13.5米高 按照云冈石窟的编号 它是第二十窟的主尊佛像 佛的这种坐姿叫结家夫坐 守的姿势被称为禅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是第一个皇帝 拓跋归 公元一时期 先被拓跋部离开大兴安岭的密林之后 进入了蒙古草原 在草原上 他们和匈奴等其他民族 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到了魏晋的时候 战争的号角 在中国的北方清晰可闻 公元386年 16岁的拓跋归 在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一带 建立了一个叫魏的国家 史称北魏 十年之后 拓跋归带领北魏铁骑 冲出草原 攻取了厚烟的都城中山 也就是今天河北定州 然后继续挥师南下 恒山 中国人称之为北越 东西绵延150多公里 横跨山西河北梁省 它山势齐绝 恰似一道天然的屏障 挡住了先被人的南进之路 这就是著名的悬空寺 它建于恒山之南的绝壁之上 其险 其巧 一目了然 悬空寺总长三十多米 离地却有五十米之高 据说 这种悬于半空的设计 是为了接近神 但还有另一种解释 顺着悬空寺向西看去 山地上留有无数方形空洞 这是典型的古战道遗迹 公元398年冬天 一支十万人的队伍 打破了山谷的宁静 拓跋龟带着他的人马 以一条战道贯穿横山 打通了南下的屏障 战道的路径 是随金龙峡河水的走向建造的 河水刚好流经悬空四下 而悬空寺的前身 其实就是拓跋龟所设的兵战 一千六百多年前 经由这里 拓跋龟带领还属于 游牧文明的鲜碑拓跋步 走到了平城 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大同市开展的北魏平城考古活动中 出土了不少北魏的陶涌 而陶涌的造型透露了大量的北魏生活细节 其中农业生产是一大主题 公元398年 拓跋龟颁布了一道法令 让游牧的鲜碑人变成像汉人一样的农民 从事农业生产 他对前往平城的民众施行寄口寿田 所谓寄口寿田就是以家庭为单位 分配给鲜碑民众耕牛和田地 让他们耕田纳粗 也是在同一年 拓跋龟宣布称帝 并且把平城 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作为帝国的首都 一个骑马游牧 助冠占房的草原民族 不仅要学习灌溉耕座 而且要像中原的王朝一样 修建宏大的城市 鲜碑人在历史的一个短暂瞬间 就从游牧文明 走向了定居的农耕文明 大同市中心气势宏大的华岩寺 香火缭绕 大同这些存留下来的最早的庙宇 大都始建于辽金时代 可是大同的繁华 却从北魏定都于此就开始了 大同作为帝国首都的历史 一共有97年 这是他在古代经历 大规模的建设 和享有最大荣光的时期 2003年4月 山西省文武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在操场城 发现了一处北魏时期的 大型建筑遗址 点赞 请不吝点赞